防守方怎么去规避他的一个黑白盒的发挥 文斯坦出来就是一枪头 那要被接了 而且跳在这个小血包的附近 他跳的不是大血包 他这边 死了 还没死 这肯定活不了的 而且机甲也要小心 如果他还在这边僵持的话 会吃到太多的伤害 队友也给不到他很多支援 那这波一点直接崩盘 我本来想说他是双腹黑影 可能还好 单腹黑影他文是个死人了 好的 来到一个B点进攻 技能情况 有黑影大招 那这一波第一波小心点 Uncle特别是Uncle 这一波倒地 Fate也是被击杀掉 这边Namex踩个小血包 小血包Solo打得过吗 头上有一伤 吃不消伤害 这波 进攻 打得比较慢 他要打回来了 黑影大招已经有了 这边苏文一个人要杀完吗 有点过分 果然Uncle被一波黑影黑掉 直接秒杀 温斯坦反场 苏文要注意自己的一个存活 这个断奶了 断奶了应该比较难打了 Uncle感觉就是这一波你黑我 我都不会焦的这种感觉 黑我了 我焦不焦 我不焦 焦不了 我得了 那这波技能骗的还算OK 也没有给对面混到太多的能量 可以 两个大 不过这边卡瑞夫应该是要死 不过这边卡瑞夫应该是要死 这个炸弹 喂 没通过 Uncle直接给你戳掉 哇 飞飞飞没反应过来吧 那这一波算是一个起了一个好的开头 后续怎么立打 小心啊 黑影有大了 黑影有大招 黑的是一个谁 但是技能拳跑下来 这一波感觉应用队非常有机会 飞飞飞再上来 想一说收掉蝉亚塔吗 还是杀掉了 还是收掉了 哇 三个打一克被我杀了蝉亚塔 这么多人里面杀了个蝉亚塔 飞飞 显得很残 这太夸张了呀 哎呀 这个一格都没打下来啊 这吕不过分的 这赵云 那这 这个这个时候交了阴障 是的 才拍出阴障来 找到蝉亚塔 但是温斯顿再次阵亡 这前排没有了 孙顿也被戳掉 Verbo 这个阴障是不是稍微晚了一点呀 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们战术执行的太过于死板 就是我要严谨 我要非常严谨 这一波黑影大招 黑双剃 效果非常的好 再黑掉 自杀了 打长短枪 想把阵容拉开 就算对面阶约 对方技能也特别多 基本上也是六个大 黑影大招一定在下方团 这波直接给炸死了 炸死了 有机会 这就靠个人能力就在门口A 看炸死一个人还在门口A 技术目击给出来 技术目击给出来 技术目击在门口A 能杀一个deck 其他人还有机会吗 没有了 目击效果已经消失 这边双T踩着血包 黑影的大招难不能打出来 有了 黑影大有了 胜结束黑影一黑 还是黑T 这个硬仗还可以 但是因为是残局了 自己的一个T位早已经阵亡 哎呀核爆再压一个点 一格还是没有打下来 人是不是反场了 对对方的人已经慢慢的走了回来 安靠往后拉 这个时候能不能 不是双T不是带大的吗 双T 哎呀我看的好难受啊 Fate因为第一波确实技能没交出来就死了 但是因为长短枪 第二波还有点的机会 再进一波点刷 这是最后一波了 Nomi上来 限制Karevo 强行打杀害 收掉Nomi 战术目击又开出来 这是第二个战术目击 这个炸弹没有炸到 被被被被收掉 这波非常有机会 这一波很有效果的 终于是踩下了一格 直接把瓶子拍下来 救下了Karevo 有了 但是刚才确实黑影很很到位啊 而且黑的目标选择也很非常的正确 是那这边直接让队 没奶的没奶的 哎这很奇怪啊 明明你是这样一套阵容 啊也没办法 他们是担腐带卢销 对面这一波走位 完全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不敢跳上去啊 跳上去没奶 而且你交了位移技呢 那下一波肯定没办法跳走去吃血包 而且但是让他踩在楼上 你完全没有走位空间 又很难受 但是震动队这个时候不踩点 哦OK 去踩点了 而且A点基本上是一个慢性死亡 直接自杀了 直接开始跳了 破坏一下对面的一个打法 哎来找到查牙塔 不交大 保得住吗 保不住 这边是两个人做的一个协同 是的 黑影加裂空的这个协同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协同啊 因为两个人都是可以瞬间到位 而且你没法提前察觉的 那这次怎么血量一直在掉 战术木槿开出来 这个战术木槿 就是想骗技能的 直接压血包点 银掌 先骗了银掌 黑影大招就是死死捏着不交 那圣也开出来 这波要选择和 窝影和你打的呀 黑到了吗 没有黑到 没黑到 DJ DJ没黑到 这波是一个进场的机会 贝贝能不能保下来 Nomi还在现实对面的后排 直接一缩子打了非常多的伤害 后排嫌疑都很惨 Nomi能不能收掉 三格有没有人敢猜点 来了 Verbo 向来强行蓄一下 苏文直接被搓掉 Winston 费他来蓄点 手里是没有原始暴怒的 是的 但是急火掉 Nomi因为照在这个原因 没有办法去奶到对边 是的 这边 贝贝贝好像伤害有点不足了 刚说完 这边伤害能不能有 CP好像补足了不少伤害 这个炸弹 没有炸到 没有什么效果 小米换出来了 这要是开始蓄点 不是 这冰箱没开出来 死了 看Rave一缩子带走 很舒服 严严实实的 没有人的彩电 这里战高台 继续消耗 Winston被封在了 75血包房 Winston 跳过去干嘛 Winston 过去干嘛 还是死了 贝特也活不了 因为再去想去杀掉 Dentake 但是死不了 就是死不了 Uncle强行在拆T 黑影强行在拆T 黑影上来要黑 黑到柴塔了吗 没有 下方柴雅凯开个胜 击杀了上去 战数不仅开起来 没有人敢踩点 伤害非常足 头上吃着球 完全不会死 不过N位有反场 SUN这边没有被击下 来个急火 赶快往后拉 SUN开起来 往前绑 一伤没有顶上去 实在是一个小失误 因为这样伤害量会不够 我SUN还是靠自己的出色的发挥 击杀掉了BabyB 这波应该是可以进攻守下来 有机会守下来的啊 随便炸个谁吧 炸个谁都OK 哎 来了找Karivo Dentake 换了一个进攻路线 他主要这个进攻路线 主要是想配合这边的 压雪包房 猎空的 把雪包房给你压完 持续拉扯 最后一分钟 那这一分钟打得有点 炸这个Mustle 炸大一次血 死了 银杖并没有保下来 又开门了 但其实这个银杖本身就不好拍 哎呦 这波直接三个人全死亡 黑虽然黑出大招来 只是孙雯一个人 能不能把杀害打出来 BabyB还活着呀 机甲好像也没有了 没有核爆的 哎呦 双C在场 双C在场打不过呀 安靠被击杀 好 那这一波 先是拉小房间走一个安全屋 那这波其实 罚老之音的一个发挥很关键 前几跑一定要提到关键位置 给压力 还可以压力给的不错 哎呦 滑下去了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一波压力只要给出的话 进不了 全部压进小房间 外面的T位一定会被激活打掉 那现在这个技能情况下的话 还是OK 上波只抓了一个两个三 双C的大招 战士木星开起来 直接圣 有没有开起来 呃 秒了一个Verbo 圣也是开起来了 BibiBi在跑位 而这一波震灯队队很有机会 天使开起大招 哎 哪出了 我拍拍的死 哎呀 拍死了 这在棒子里面 在棒子里面没办法 他看拍最后一下了 这波直接弄米还在续点 但是看后续火力来说的话 好像是这边的一个天地狗更厉害 音杖拍出来 好像还要打 还要打 是单体还在典里 这波天地狗一点都不着急 啊 对呀 就是我只要前排猜猜点 法拉弟弟炮就开心 是的 而且我这波天使已经拉起来第二个人了 就是第二个拉人名了 这说明这波打了一分钟了 是的 打了很久 你打得越久天使越强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安可的大招 第二个大招马上准备就绪 那等于是下一波来之间 女武神再次开起来 全民加攻击 有点难打的 是的 那这边 长短枪就现在震动队只能采取一个下水角 续点方式了很难翻场了 是的 能不能再续一下 他没有机会 有人一方会选择近点吗 我好奇 贝德怎么直接死了 贝德怎么直接给打死了 哎呦 杀掉贝贝贝 双方互换 这边双C倒地 那很有机会了 孙恩只要保证不死 不要太着急 往前走 不要急 这边没有回溯也没有闪现 不要急 我长期给保杀了没有 毕竟我位置踩得还舒服 插下来 插的时机还挺微妙的 战数目镜开起 但是有一个音障 counter 打不过呀 打不过呀 这剩也没有人保得住 而对方也开启剩 这一手合爆 战数目镜已经刷了两个人了 合爆也没有效果 现在开始续点模式 看一下Verbo 在这种关键点位 能不能把音障打出来 哎呀 你别骗我 但是实际上打出来 应该也不应该拍 这个时候进点 续 把阵容 阵型王 点里面拉 Lomi已经死掉 Dentake也倒地 这个时候能不能去找对方 尝下塔吃一吃 一顿拉扯 点位是已经踩回来了 没有人在续点 炸掉了Verbo Sleep 倒了 那这一波只剩一个deck 和一个机甲选择自杀 问题不大 雪怒 虹怒状态 这一波现在已经 英勇队站点八十了 而且手里有五个大 瞬间开了仨 战术木槿开起来 封锁对面 不让你进点 那这一波伤害打得还可以 音障拍出来 肾也跟得上去 那这一波双方技能互换的话 这都对血亏啊 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最后一波了 所以英勇队很敢交大 就这一把没放过音障 对 这把他就没用过音障 比赛结束 没放过音障 获得胜利 你看最后镜头还给Verbo 你说这个 O.B. 这套